主持人张教授 各位贵宾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现在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道法自然 道德经里面 处处都在强调 我们要来到读懂无智天书 要看懂大自然的启示 大自然在启示我们什么 这是道德经里面 要传递我们很重要的讯息 所以希望大家学习道德经 不管你所用的是任何版本 记得所有版本都是仅供参考 最重要是透过这些版本 然后去了解大自然 看看大自然在启示我们什么 因为所有的经典都是在描述大自然 都在记录大自然的智慧 法则启示 所以希望大家掌握这个原则 不管你用任何版本 那些都是仅供参考 你最重要去读懂大自然在 启示我们什么 道德经从头到尾就是要告诉我们 宇宙的真理 生命的实相 来我们现在开始来体会 开始来阅读 大自然在启示我们什么 老子跟庄子他们都希望我们 你要早日学会以大自然为师 这是老庄思想的核心 老子并不是要你跟他看起学习 老子不是要你紧紧追随着他 这一点跟一般的教育观念 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点我们先来把它厘清 我们一般人 我们入学校读书 都是从书本里面 在研读书本里面的那些知识 理论之间技术 所以我们在学校所学的 你从书本所学的都是各种所谓的术 我们除了跟书本来学习 从中去学到很多的知识之间之外 再来我们跟父母亲看起学习 跟师长看起学习 向古圣先贤看起学习 这种层次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们就是要学习 我们就是要学习跟良好的书本来学习 跟那些古圣先贤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人 我们都是向人在学习 向书本在学习 这个都是有形有相 大家可以看得到摸得到 所以一般习惯看的是这种知识 理论之间 但是老子偏偏要我们 你要超越这个层次 你要去跟大地看起学习 你要去跟流水看起学习 你要去跟太阳跟虚空看起学习 这个很多人就蒙了 我们这边是不是讲蒙了 就搞不懂了 这个书本上面有告诉我们 我这个每个字我都可以看得懂 我可以理解 这个大地他没有文字 我怎么看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 我跟这个人他有模有样 他做出的德行是怎么样 我可以跟他学习 这个流水有什么好学习的 他又不会讲话 所以一般人很少知道 要跟大自然学习 这里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从小被教育的观念 我们没有去跟大自然连接 尤其是从西方的工业革命开始 工业革命之后 强调经济 强调资本主义 强调科技 把人逐渐的带领 脱离了大自然 把人逐渐带领 脱离大自然 然后往都市 城市集中 结果 现代人看到了就是 人类的成就 人类的建筑 人类的经济 人类的科技 却没有去看到 大自然的大自然的智慧 大自然最高的科技 所以人类被带领脱离大自然 而不知道要跟大自然学习 因为教育扭曲了 这是世界的主流潮流 教育观念扭曲了 让我们从书本上 让我们从人去学各种术 而大自然要启发我们的是道 是智慧 我们今天来学道德经 就是希望大家从术的层次 提升到道的层次 从术 学术的术 艺术的术 从术的层次 提升到道的层次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 有术 无道 其术 易 便邪 有术 无道 其术 易 便邪 有道 无术 其术 自生 有道 无术 其术 自生 道 就是 我们的良心 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清静本心 我们的责任心 所以老子 讲求 治理社会 治理国家 还有全人类的大问题 最重要 最根本的就是 引领人类 回到道 上面来 你要教育百姓 你要教育百姓或是教育子弟 最重要的就是 能不能 启发出每个人的良心 爱心 责任心 教育 现在的教育都是在偏重在传授各种素 理论 知见 你只要会背 然后考试会作答 你得高分 这样就是好学生 这种认定 这种界定 这是错误的 这会扭曲 人性 人心 教育 真正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 启发出 我们的良心 爱心 责任心 不管你各级教育 只要能扣住这个核心 这个教育就一定成功 当然一个人 他有良心 爱心 责任心 做官 一定是个好官 经商 他会是个很有责任心 很有社会责任心的好商人 他会诚信不期 他的良心 只要良心在 他一定是诚信不期 有责任心 他开各种工厂 他一定会负责 对社会负责 对土地负责 对我们的子女负责 对后代子孙负责 他一定不会去偷牌废弃 不会在那里污染 三川 三河大地 有责任心 有爱心 有良心 他自然就会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对社会负责 不必你很多的法律去约束 不必很多的规定去限制他 去框他 去监督他 不用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老子就是要我们掌握住这个核心 政府教育百姓 社会教育学生 学校办各种教育 最重要掌握住这个核心 回归到道 回归到道 而这个道不是很抽象 如果以我们个人来讲 就是启发出我们的良心 爱心 责任心 这就是道之心 在道德经里面都有提到 人类的心灵品质分成 道 得 人 意 理 自 信 法 最高的层次 最高的心灵品质是道的层次 道 得 人 意 理 所以老子是希望我们 你只要教育 能够引领 学生 引领 百姓 回归到道 其他问题都好解决 这个社会就会 非常的好 治理 会国泰民安 风调与顺 未来全世界教育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部分 老子就是要 希望我们 最初是要先了解 大自然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密切关系 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密切关系 进一步去看懂 大自然 它在启示我们什么 后面 与道合一 好 现在我们就进一步来看 以大自然为师 道德经里面 像这几章都有提到 二十五章里面就提到 人 法 地 这个法 这是效法 学习的 我们要跟 大自然 跟三合 大地 来看起 学习 地 法 天 天 法 道 法 自然 如果 如果这里把它用到 人来讲的话 我们最初 从 你可以很具体 看得到的 三合大地 来跟它看起 学习 进一步 来向 天 看起 学习 天 上一节 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 太阳跟 虚空 然后 天 法 道 道 就是讲 整个宇宙本体 跟所有的 万有 现象界的一切 道 天 法 道 我们要跟 大自然看起 学习 要跟 道 看起 学习 而所学到的 最后 你会体会到 我们的 所作所为 要 道 法 自然 道 法 自然 就是 它有它的运转法则 天地 有天地的运转法则 这个有宇宙律的存在 道 法自然 就是宇宙有宇宙的运转法则 我们要去学习 要去了解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是什么 当我们清楚了解之后 我们才不会被道而驰 今天全世界已经出现很多大问题 包括工业 经济 科技所带来全球性的大问题 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 水污染 还有土壤的破坏 生态环境的破坏 空气的污染 雾霾的严重 要知道 这些都是属于因为人类 被天之道而为的作为 这些是属于人类的被天之道而为 所以会导致把整个生态环境大破坏 而破坏这些生态环境会导致后面的很多的灾难 大自然它本身有非常好的调整机制 它自然会风调雨顺 如果人类不破坏生态 不破坏大自然 它自然会风调雨顺 就像人有人的免疫系统 如果我们生病了 你只要不破坏我们人的免疫系统 人感冒生病 我们身体本身会怎么样 会自动修复的 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 就是我们人本身的免疫系统 跟大自然 不是各种药物 真正能够治好癌症的是 人本身的免疫系统跟大自然 所以大自然它本身就是有非常好的调整机制 如果人不破坏大自然的运转 我们懂得顺天之道而为 大自然它就会很自然的运作 形成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就会五谷丰收 五谷丰收就能够形成国泰民安 百姓安定 为什么社会会乱 为什么会改朝换代 因为百姓吃不饱 社会混乱 天灾 灾祸不断 如果风调雨顺 五谷丰收 国泰民安 自然的社会 风气很好 这个国家都很安定 所以老子佑我们的就是 人要懂得天地的运转法则 要知道怎么样去顺天之道而为 如果人类包括强调各种经济工业 或是各种高科技 来请大家了解一点 如果人类不懂得天地之道 不懂得大自然之道而去对抗它 违背它 这样所有的科技 所有的经济到最后都会倒向人类的大灾难 甚至最严重的是 人类文明全部毁灭 道德经里面都有讲到 顺天道 国安泰 逆天道 灾祸来 甚至形成天崩地裂 道德经里面都有讲 39章都有讲 所以老子希望我们要打开格局 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要读懂大自然的法则 你了解之后 我们就自然会顺天之道而为 顺天之道而为 就会社会安定 这个地球就能够永续苍容 我们的子子孙孙 才能够有美好的地球 美好的环境 这就是25章要告诉我们的 人要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第八章提到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上善若水这句话比较多人 有接触可以了解 但是怎么样跟水看起学习 等一下会讲 第七章讲的就是天场地久 为什么我要把第八章列在前面 因为水还比较容易学习 进一步要来到跟天地看起学习 下面我就有做一个归纳 如果我们做人做事 能够来到像天地 像流水这样 能够来到不自私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以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为出发点 没有个人的私心 企图心 不两居心 我们所作所为 是在利益众生 不自私 能够这样的话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在基因德 基因德 你就会与日月同灰 与天地共存 这就是第七章 所要传递我们的神运 核心 重点 学习道德经要学到这些了 要学到 为什么天长地久 为什么天地能够长生 我们就是要学到这一种 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来到与天地共存 而不是在那里 争名夺利 争什么争什么 计较什么 然后都要展现 处处要展现 我比别人行 我比别人厉害 我比别人高 然后到后边 却树立了很多敌人 内心空虚 内心痛苦 你这样的人生 赢了表面 输掉理智 你只能够赢到一些表面 台上很风光 台下空虚不安 有杯恼苦 那是不真实的人生 老子 他就是要我们 做个实实在在的人 真正把生命意义 发挥出来 真正做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利益人类的事情 不要去跟别人争什么 你只要好好 做你生命的主人 你就能够 与日月同灰 与天地共存 这就是道德经 要跟我们 启示的核心 我们来看 怎么样跟流水看起学习 上善落水 讲到这个 有一个观念 要先跟大家 厘清一下 前面有提到说 我们一般人都是 从书本里面 获取知识 学问 技术 跟人看起学习 如果跟大自然 很多人就不知道 怎么学习 因为人类被误导了 误导离开大自然 这是不正确的 我们现在尽量 要回归大自然 再来很重要 有个观念 要调整 教证过来 一般 我们认为 这个三合大地 没什么 现在请大家 重新来认清 三合大地 它就是伟大的生命题 如果我们讲人格的话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人 比如说 你认为 某某人是一个形象 老子是一个形象 孔子是一个 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个圣人形象 好 我们现在要把 这个形象的范围 格局 要把它 破除掉 不是说 只局现在 有这样的形象 才叫做 它是一个 有机生命题 要破除掉 这些观念 所以 你要破除掉 这些观念 你才懂得 跟大自然学习 你才会知道 大自然 它都是有生命的 它是个 伟大的生命题 它是 有崇高的神格 人格的升华上来 提升到高层次 才称为神格 大自然本身 它就是个 伟大的 生命题 都流露出 超越人性 超越人格的 层次的 神格的 特征特性 三和大地 它本身 就是个 有机生命题 它就是个 神格的呈现 我们要 跟它 看起学习 流水 它是 有生命的 它是 伟大的 生命题 我们要 跟这个 伟大的 生命题 跟它 看起 学习 我们说 以身作者 为什么 这个人 值得我们学习 你觉得 他有很多的 特征特性 他有 以身作者 可以让我们 学习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 要 突破掉 那些观念 跟人 看起 学习 当然是 不错 现在要来到 了解 流水 它就是个 伟大的 生命题 它有 崇高的 神格 我们就是要去 跟它 看起 学习 我们才能够 从原来的 思维 世界 提升上来 太阳 它是伟大的 生命题 比如说 你心目中 认为 最伟大的人 是老子 我跟老子 看起学习 老子会跟你讲 我还不够 真正比我更伟大 的是太阳 你要跟太阳 看起学习 这样了解吗 这个学习的对象层次 大家要提升上来 你才会看懂道德经 道德经就是要协助我们 从文字的世界提升到 没有文字的世界 从有字的书本提升到 去看无字天书 从跟人看起学习的层次 提升到超越这个形象的大自然 跟他看起学习 这个不是抽象 上一节有跟大家讲到 如果我们局限在人过去的这种观念之间的话 我们就像身体里面的红雪球 白雪球的那一种小小的视野 认为我在动 那个血管壁不动 肌肉不动 骨头不动 所以认为他们就是没有生命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很狭窄 我们的视野很狭窄 我们的看到的很狭窄 就像几百年前的地球上的人 认为我们坐在地球上 我们地球不动 而是太阳在动 在绕着地球转 那是错觉 因为视野没有打开 我们就像在井底里面的青蛙 用一个小小的范围 看到太阳从这边出来 然后从那边过去 他就认为我们不动 太阳在动 那是因为我们是处在井底青蛙的视野 视野 老子跳脱出这样的层次 看到原来人类很多的认知是错误的 所以老子就像 把你从身体里面的一个红雪球 白雪球这种视野 他把你暂时抓出来 然后让你从外面看 你就是在这个伟大身体里面 他是活的 你才能够活了 你看了之后 你开悟了 再放进去 然后你就 我跟这整个身体是一体的 原来我以前界定 那个血管壁 骨头 他们是没有生病 他是错误的 哇 因为有他们的养育 才有我的存在 有他们的支撑 才有我的存在 这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开悟了 这样知道吗 把我们从过去狭窄的视野 认知 突破掉 来到看到更广泛 更大的真理思想 我们现在要来跟水 看起学习 不要用过去那种观念认为 他没有什么 错了 没有什么是因为我们看得很肤浅 我们对他的错觉 我们对他的误解 我们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你就没办法 看到他生命的神圣 你就没办法看到道 然后你就会否定真实的道 然后再闭起眼睛来去修 修那些虚妄的道 现在我们来看 流水绝对不是一般过去 我们所想的这样 他是有生命的 他都在启示我们 所以老子他就是这样 哇 观水舞蹈 让他开启的大智慧 老子在看水 他可以开启大智慧 那我们呢 我们能不能 我们从小到现在天天看水 也没有 不是全部 大部分人也觉得 他没什么 没什么 但是当我看懂之后 我就觉得太浩瀚 太伟大了 他们真正在做到 道的精神 特征特性 都呈现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 学习道德经之后 从此 你在看待万物就不一样 以前只是看到万物的 物质的 无稽的 没有生命力 当你学习道德经 你看懂万物 活生生的那一面 看懂万物的奥妙 艺术 神韵 生命力 你的生命 不管你到哪里 也都会很喜悦 你都会很安心 很快乐 很喜悦 我们怎么去观水悟道呢 在第八章 老子就讲 上善若水 谁善利万物 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悟 故基于道 基就是尽 像流水 它呈现出来的是 善利万物 注意这几个字 老子就是要我们 跟水看起学习 然后勉励我们自己 要做到善利万物 很重要的 要做到 而不争 一般人做什么事情 利益别人的事情 很容易就要鞠躬 或是争什么 争灵 夺利 老子就跟我们讲 你要跟大政 看起学习 怎么样去做到 真正的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利益我们的后代子孙 然后又不争 再来 处众人之所悟 你又能够 处众人之所悟 别人不愿意去做的 认为说 做这个 没有什么利益可图 没有什么名利可图 做那些 我才不是傻瓜 我不愿意 但我希望大家 以后能够来到 只要对社会 对国家 对我们的子孙 真正有益的事情 不管有没有名利 别人不愿意去做的 只要真正对后代子孙 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我们就默默去做 这个就是老子 要我们学到的智慧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流水 伟大的人格 伟大的神格 它是怎么样在呈现 善利万物而不争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些稻田里面 都灌有很多的水 水就充满整个稻田 如果这个田里面 没有流水的滋润 灌溉 就没办法擦殃 就没办法擦殃 当然现在有发展出 所谓的旱道 干旱的旱道 但是一样 它都需要有水的滋润 因为有流水阳光 当然不是说只有流水 一种成分 还需要跟大地 跟阳光 跟空气 各种因缘配合 好 现在比如说 我扮演流水的角色 我现在是流水的代言人 这样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我现在把我变成为水 我这个水是这样默默地 在奉献服务滋润养育万物 别人不知道也没关系 但是不是靠我个人的能力 必须要跟土地连接 大家分工合作 跟阳光跟空气 大家分工合作 没有争水才最重要 大家就是奉献付出 让这些小秧苗 它能够逐渐地成长 逐渐成长 如果在这个过程 缺水没有水的话 这些秧苗能不能成长 没办法的 所以这些秧苗 它要能够成长 必须要有流水的灌溉滋润 而流水让这些秧苗灌溉滋润 就是在利益 众生 这样了解吗 你的生命 这些秧苗 它们的生命要成长 然后将来要开花 它结出雷雷的稻米 都需要流水不断的滋润 这就是它去成就众生 因为有水这样默默地在滋润 善利万物 让小羊苗长大 然后开出雷雷的果实出来 让这些稻米可以丰收 让很多的众生可以受益 你的所作所为 能够让众生真正受益 这就是善利万物 善利万物 流水有没有去跟土地争 流水有没有去跟太阳争 谁的功劳才比较大 有没有 不争功 流水也从来没有跟农夫去较量 我奉献比你更多 我比你更伟大 从来不做这些 他们就是奉献付出 然后让众生有成果可以 享用 这就是老子要我们去 跟流水看齐学习 如果我们是扮演水的角色 来大家好提会 你在家庭里面 在学校里面 在单位里面 在政府机关团体里面 我们能不能 勉励自己做到这样的层次 不管我处在什么位阶 什么角色 我就是扮演好我的角色 我就是做好我本身的这份工作 善利这个团体 善利这个社会 做到善利万物 而不争 这个就是学习道德经很重要的 老子要我们学习的道德经 就是要学习到这些智慧 然后要去看齐 学习 我们说要见显思齐 对怎么见显思齐 流水 他在视线 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展现出道的特征特性 用高等的人格心灵品质 来为人处事 做利益社会 利益众生的事情 然后又不争 再来 我们看看这些水果 这是西红柿 番茄 里面有没有水分 如果没有水分的滋润 这些水果存不存在 这些水果它就不存在 有的人就认为 这个水果这个没什么 因为你看得很肤浅 你没有穿透它 你没有看到它的奥妙 你没有看到它 那是聚集很多的重阴重缘 才形成这样的水果 你没有看得很深入 所以你就觉得它没有什么 当你看得越深入之后 你就会发现太奥妙了 我们有这些水果可吃 竟然都是要具足很多善因善缘 大自然再化育 各种因缘形成之后 才有这些水果 包括刚才讲的 以水这个主角来讲 水都是进入到里面去 支撑这些水果的存在 支撑这些水果的成长 比如说这是别人的成就 别人有很好的成就 或是我们这个团体 有很好的成就 那我们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 我就是里面的水的一份子 我们能不能做到 让我们这个单位 让我们这个团体 让我们的社会 有很好的成果 我就扮演我的角色 然后不跟别人争 不跟别人较量 也不鞠躬 你能够这样的话 你看就会有很美好的成果出来 如果说你在那里较量 你看我一定要比你这个山河大地更伟大 我这个水 你们不重视我 我就不进去 好了 你就不把水灌注到这个水果里面 这个水果能不能开花结果 能不能 一个争夺的世界 它就会这样 就是因为很多人默默地奉献付出 然后才会有这些甜美的果实 我流水也是 我是里面的一份子 我跟其他大家团结和谐 不是去较量 不是去计较 我默默地奉献付出 一样不拘功 有这些成果出来 你们买这些水果 有没有付钱给我这个水 有没有 没有 所以来大家好好体会 什么叫做润物无生 水过无痕 老子要我们跟流水看起 学习就是这样 去利益众生 不拘功 不会爱出风头 最重要就是把我们生命的意义 奉献出来 做出来 能够这样的话 脑子就讲 那你这个人就是你体会到 道的精神特征特性了 你已经逐渐在做到 道的特征特性 所以顾基于道 禁于道 已经快要来到 得到高人了 这样知道吗 学习道德经就是要去做到 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我们还没有全然能够做到之前 我们就是去学习 所以的见闲闲思起就是这样 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像流水看起学习 滋润万物 善利万物 各种水果我都来掌养你 滋润你 各种水果各种容作物 只要没有水分的灌注 你就没办法有成果出来 我们有这些成果出来 谁这个角色 谁这个成分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它又不居功 如果你不知道水的重要 好了 我们又去破坏大自然 污染水源 破坏生态 导致整个的气候 就会两极化 就会异常的气候出现 该封调雨顺的时候 没办法封调雨顺 结果会形成 旱灾水灾雾霾 整个气候越来越恶劣 像两年前 就发生很严重的旱灾 你看 这个本来都是肥沃的粮田 现在没有水 你没有水有土地有什么用 它就成为沙漠 没办法种容作物 所以没有水 就没有灵气 我们说水是一种灵气 有水的地方 它就有灵气 也就是就有生命力 只要有水所到的地方 这里就能够孕育万物 光是有土地没有水 那个地方没办法长植物 植物不存在 人类就没办法在那里存活 所以希望大家进一步去探讨 旱灾那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有没有破坏生态环境 有没有伤害大自然 旱灾是在告诉我们 你们有没有看到水的重要 水的珍贵 你看像前两年的旱灾 结果很多地方都没有水 原来很充沛的井水 水也都干掉了 干掉了 所以希望大家深入具体的去体会 水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它不是一般我们过去所认为的 是一些矿物元素 它只是个物质 不是的 水它不是只是物质层次 它是有伟大的灵魂 有伟大的神格 它是个伟大的生命体 所以希望大家 透过学习《道德经》之后 去看懂大自然的浩瀚伟大 去看到水的重要 我们过去看一滴水没什么 当你学了《道德经》之后 因为《道德经》最重要的就是 让我们去看懂大自然的奥妙 看懂大自然智慧 如果你真正看得懂 连一滴水 你都会看到它是多么的奥妙 这滴水 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水 它是伟大的人格 伟大的神格 它在滋润着万物 支撑着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把它称为生命之水 我们的生命之水 一般人认为水没有觉受 错了 现在的科学家 现在就有科学家可以实验出来 水它是有觉受的 它能够听得懂任何的语言 它能够读得懂任何的文字 它不是看表面的文字 不是听表面的语言 水它感受的是什么 它是感受的是什么 水它是感受我们的心灵 为什么 流水它不必学世界各国的语言 它能够读得懂 听得懂世界各国的语言 这科学家都已经可以证明了 它是读你的心 流水它各国的文字 它都了解 它都读得懂 流水它不用去学习各种文字 为什么它可以懂 它只是看文字 深层里面的神韵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 水是很有智慧的 这就是老子希望我们跟流水看起学习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你能够这样的话 真的你看这些水 过去看水是水 中间过程 看水不是水 到有一天 你真的看出水的奥妙 神韵生命力 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 你就会来到禅宗所讲的 看水又是水 那一种震撼赞叹 跟前面看的不一样的世界 想了解吗 再来 《道德经》第七章就提到 天藏地久 天地所以能藏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藏生 我们学习《道德经》就是要学这个 我们怎么样跟天地看起学习 天 当然你首先要了解 天是什么 地是什么 那个不是抽象的 不是在文字堆里面砖研 在那里找 天这本怎么解释 那本怎么解释 地这本怎么解释 那本怎么解释 那些是仅供参考 我们要清楚地看到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天 它都是具体实际的存在 天就是太阳跟虚空 天就是太阳跟虚空 地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如果你是在火星上读《道德经》的话 这个地就是火星 如果你在天而坐 天而坐那边读《道德经》的话 这个地就是那里的星球 这样知道吗 这些都是具体实际的存在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有天地父母在养育我们 我们才能够存活 所以老子要我们跟天地看起学习 那天地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特性是怎么样呢 以其不自身 不自身就是不自私 天地它一样 就像前面跟大家分享水一样 我们要重新来认识 太阳那是伟大的人格 伟大的神格 它是个伟大神圣的生命体 不要以为说太阳它又没有两个眼睛 没有耳朵 没有嘴巴 我这样不认为它是个人 这样的话你对生命体的认知就太狭窄了 我们身体里面有红雪球 白雪球 它们本身都是个生命体 难道它们就一定要长出两个眼睛吗 我们身体里面白雪球它会做变形虫的运动 你看这个生命体它是会用无限的那一种生命形态呈现了 来请大家好提会 大臣的奥妙就在于生命它用无穷无限可能的形态来出现 请大家好好提会这一点 你才会破除掉那个狭窄的生命体的观念 所以如果你读得懂的话 连一棵树 你过去认为它没有眼睛 没有耳朵 没有嘴巴 所以以前认为它不是一个生命体 它不是一个人 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 一棵树 它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体的存在 来继续扩大 太阳就是一个神圣的生命体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天 就是太阳跟虚空 它都是实际存在 一点都不抽象 如果没有太阳 帮我们传送很多的能量 如果这个太阳系没有太阳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 还能不能存在 好好体会这一点 只要没有太阳 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动物 就不存在 把它称为 这是我们的父亲 这样 有没有过分 这样有没有说 那是虚伪或是虚幻 那都是真实的 都真实的 只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 去感受到而已 所以天就是讲的 就是太阳跟虚空 是实际存在 地就是地球 它们所呈现出来 所作所为 都是在养育万物 不占为己有 不主宰 也不居功 没有自私之心 这个就是天地 呈现出来的 伟大的人格 伟大的神格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能够去跟天地 看起学习 所以老子就提到 一个这里所讲的 圣人就是 你真的读懂的 大自然的启示 你真的这样去做 你就会 后其身而生先 外其身而生存 非以其无始也 故能成其失 也就是 你就能够练习的去做到 天地的德行 特征特性 所作所为 不争灵 不居功 就是奉献付出 没有任何的私心 你能够真的这样做的话 你的生命 就能够与日月同存 天地是什么 这就是天跟地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 所以各种版本 那都是仅供参考 进一步 你要去看大自然 实际天地父母 在化育 在养育 这些都是天地 虚空跟太阳 是天 天父 地 地球 你把它称为母亲 不为过 它就是伟大的生命体 然后 这些百姓居民 就是天地父母 怀抱中的小孩 所以希望大家 要去读懂这一部 无知天书 读懂这一部 大地风云经 你如果能够真的 用心灵去看 去读 你慢慢就会来到 哦 什么叫做 以大自然为师 什么叫做 这道法 自然 然后你后边的所作所为 跟之前 你的所作所为 就会不一样 你的人格 会跟过去不一样 你的视野 跟过去不一样 心胸度量 跟过去不一样 你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利益众生 又不鞠躬 炫耀 所以我们能够五股丰收 国泰民安 要知道 一定有天地父母的养育 化育 我们才能够五股丰收 才能够国泰民安 所以中国以前 历代的君王 大部分都会在 秋收之后 在首都举行什么 举行什么 对 举行祭天仪式 祭天仪式 不要把他认为 那是迷信 错了 那是人类 懂得感恩 天地父母 当我们有这些食物可以吃 我们真的要进一步 去饮水思源 不是光只是看到 人类本身的奉献付出 不是光只是看到 农民很辛苦 当然我们不否定农民的辛苦 但是要更进一步去看到 太上不知有知的这个层次 太上不知有知 道德经十七章 这里所讲就是 真正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那些 幕后英雄 一般人很少去看到 一般人很少去感恩 其次 亲耳欲知 就好像我们一般人 懂得你对我有恩 我送礼或是回馈什么给你 父母对我们有恩 好 我们懂得孝顺父母 当然这样是不错 但是要知道 这个就是在吃一等的层次 其次 亲耳欲知 而真正那个 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 太上 就是讲 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最高的那一部分 一般人却是不知道他的重要 忽略了他 看不到他 感受不到他 所以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你要开启法眼 要开启法眼 要跟天地看起学习 能够这样的话 你进一步就能够来到 做到 所谓的生而不游 为而不适 长而不宰 功成而扶居 来 我们要做这个结论 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就是要激发出 启发出 我们每个人 深层心灵里面最高的心灵品质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潜能 所谓我们的良心 我们每个人最崇高的心灵品质 很多人是没有激发出来 没有流露出来 老子就是希望我们 透过跟大自然看起学习 然后了解我们也是道之子 我们每个人都有崇高的心灵品质 那道展现出来特征特性是怎么样 你逐渐去阅读他 去跟他看起学习 进一步返回来 激发出我们每个人 最崇高的心灵品质 你真正流露出我们的良心 清静本心 道之心 老子要我们回复到道 回复到道的世界 你真的激发出 开发出我们的道之心 他自然流露出的是 良心 爱心 责任心 那种我们每个人 最高的心灵品质 会激发出来 那他所作所为 就会像道一样 生而不由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宅 功成而乎居 古今中外 那些名流千古的古圣先贤 他们 就是做到这样的层次 好 这节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OK 好 好 别担忍 不用担欺 PROFESSOR pounding 其中 communities merc 而且 你们 忍 那 War 斜 叫 issant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